在台湾一直有种特殊现象,当您考虑花三四百万买宾室高阶车型的时候,心里是否总会有一辆车闪过您的脑海呢? 没错那就是保时捷的凯燕性能跑率,偏偏又有个车价370万的奢侈税门槛,因此路上的保时捷凯燕车色总是非黑即白,先快速带您看看预计在4月18日上海车展上,首发的2024年全新凯燕中期改款车型,其中最新的内装曝光了,简单讲就是一句话, 保时捷把最新的内装风格跟科技全都往上放,等于结合了当家跑车911以及当家纯电跑车太康的设计风格,现行第三代问世至今已近6年,原厂也正准备进行小改更新,或许您会发现为何在台湾路上的Cayenne Coupe,车色总是非黑即白,前后保险盖没有任何选配,就连旅圈也是基础版本,同时再加上入门的黑白旅圈盖,因为2023年的Cayenne Coupe基础车价已经达到369万, 只要再多一万元,准车主就要多付出数十万的奢侈税,因为课征奢侈税的门槛就是370万的车价,因此只能将就基础的白色或黑色两种车色,幸好白色跟黑色Cayenne Coupe其实并不难看,如果下次在路上碰到黑色跟白色,外观也没有任何选配的Cayenne Coupe车主时,请佩服他们精打细算的功夫, 因为他们真的把用最少金额买到最棒跑旅的精神发挥到极致,回到最新的2024年Cayenne新款内装的设计细节,最大的改变就是导入太康的座舱风格,同时三荧幕的配置相当强烟也实用,包含了驾驶座前方的12.6寸数位仪表,中央12.3寸的触控中控荧幕,最特别的是副驾驶座前方10.9寸的触控荧幕, 这设计跟全新改款的宾式E-Class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,未来太太坐在副驾驶座,可以协助开车的老公辅助操作导航或是选择多媒体功能等,副驾驶座也能独立欣赏各式各样的影音娱乐功能,要是您担心开车的老公分心,特殊防窥镀膜也能确保驾驶座无法看到副驾驶座的荧幕,这样的设计可说是相当的贴心,只可惜并非标准配备而是需要选配,另外源自当家跑车911的全新多功能跑车 方向盘经过重新设计后,方向盘上可以选择Normal,Off-Road,Sport和Sport Plus驾驶模式,造型也更加的具有运动感,全新宝石杰凯燕的内装设计,12.6寸数位仪表板单独树立在仪表台上,整合区面荧幕并有着多种显示模式,重新设计的中控台和最新世代的方向盘,排档感改至于方向盘右侧,为中央安座上采用精美黑色烤漆的空调面板创造更多空间,副驾驶座的乘客也可透过选择, 选择的乘客资讯娱乐显示荧幕,感受全新的人机互动体验,这样的内装设计也可说是纯燃油时代宝石杰凯燕的最终进化版,下一次改款可能就是纯电的宝石杰凯燕了,也让人非常期待4月18日上海车展上,全新改款的宝石杰凯燕能有多大幅度的进化。 谢谢您跟猪哥支持,中天车响家专属的YT频道开播了,别忘了YouTube上面搜索中天车响家,或者输入atcticar,就是cticar,就能找到我们哦。 每周一每周五晚间9点最新的影片上架,每周三套等到早点点,猪哥陪你一起直播,力挺中天,别忘了帮中天车响家专属YT频道按赞、点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